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 而为我们所熟知 但其实 医者却对书名的翻译犯了大错 1799年5月20日 伟大的文学作家巴尔扎克 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土耳城 这位举世公认的大文豪 医生也只写了一部人间喜剧 却凭借这部著作 与《雨果》等人并列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者之一 在纪念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之际 法国巴尔扎克博物馆的馆长 伊夫卡涅访华 中法两国的巴尔扎克专家们 经过研讨得出了精英的结论 把巴尔扎克的作品翻译成人间喜剧 其实是中国文学翻译界的一重大食物 办了多世纪以来 中文译者们都搞错了 由于他们当初不求甚解的物译 所以造成了几代读者的误导 根据巴尔扎克总集的提名原文 人间喜剧中的喜剧一词 在法语的原文中是一个多一词 正确的意义应该为戏剧 而国内最新版的中文译本 巴尔扎克小说总集 已将总标题更正为了人间戏剧 可见真正要读懂文学 其过程是充满曲折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